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变迁 参考经文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耶利米哀歌三章22到23节 当完成这个月的灵修默想的时候 我已经退休几个月了 预料中的转变很多已成事实 而我相信更多的转变也将接踵而至 我开始明白 面对变迁 无论准备工作做得多么周详 仍有不足之处 转变 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 甚至有些会来得出人意料之外 然而我也明白 倘若怀着积极的态度 倚靠神不变的爱 我们就得着力量 因为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他的诚实极其广大 在今天的经文中 耶稣的门徒似乎很想停留在身上 因为他们留恋当下的美好 他们希望时间能停下来 好能继续享受那些珍贵的时光 远离世上的忙碌 疾病 冲突 忧虑和烦恼 与主与圣徒亲密相交 谁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但是耶稣对他们说 起来 不要害怕 起来 因为我们和这个世界都不能停滞不前 无论是内在或外在的变迁 我们都要学习去面对 不要害怕 因为任何的转变 最终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并且没有任何事物 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信实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赦免我的罪过 赐我永远的安宁 你常与我同在 安慰英灵 求你赐下今天的力量 和明天的盼望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朴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